黃衣男子沒戴口罩 撿起放在地上的包包後 從裡面拿出一把槍 高舉右手對抗鳴槍 當時一旁還有家長帶著小孩 準備搭計程車離開 男子行徑嚇壞不少人 開戰地點就在台北市新衣區 世茂藝館展場對面的人行島 當時有不少人朝明 就看到之後趕緊報警 而警方到場時 開槍的男子已經逃離現場 一個小時後在附近的巷弄被帶 嫌犯31號下午2點多 選在週末的新衣區街頭 大白天亮槍 被帶時還辯稱有人要攻擊他 我今天真的是碎到爆了 我今天找他還沒問題 你下次這樣打電話給我 23歲的徐姓男子一開始否認開槍 後來又改口 說自己只是做事對空筆劃 沒有扣下板機 警方在他身上插扣到瓦斯鋼 瓶空氣槍 由於沒有殺傷力 被依甚為法送辦 近來全台槍聲四起改造槍枝氾濫 為了躲避刑責 嫌犯都會把槍枝拆卸成零件存放 被查獲時缺少特定零件 容易被認定沒殺傷力 而無法定罪 警政署也擬修法防堵 未來只要查到持有改造槍身 滑套等關鍵組成零件 人可依槍炮罪送辦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科三百萬以下罰擊 茶漆黑槍雖然修法加重刑責 但最後是否會重判 還是法官說了算 TVBS 蔡明治 簡宇綺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